又有一家金融机构可能要爆雷 这次是大名鼎鼎的瑞士信贷银行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杰英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全球金融系统性危机还没有解除 这几年来财务表现不太好的瑞士信贷银行 昨天股价大跌,信用违约掉期大涨 让市场担心这家曾经享誉全球的银行机构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雷曼兄弟 因为卷入多项金融丑闻、腐败案件 瑞士信近年来被认为存在内部管控的问题 上个星期美国对该银行年报提出质疑 然后大股东沙地国家银行又拒绝注资 让这家银行阻碍股价一度大跌超过30% 让神经已经很脆弱的全球金融市场 又再经历一次动荡 而且比起上个星期爆雷倒闭的矽股银行 瑞信银行在全球金融市场地位更加重要 被列为全球系统的重要性银行之一 出现什么三长两短绝对不是全球金融市场 想要看到的 全球金融股再次大跌 国内两大银行 马银行、Maybank和联藏国际 CIMB股价也都节节败退 让马股反弹势头 只持续一天就没了 今天持续往下跌 说到本地银行股 现在全球金融市场到处都是地雷 人们也开始关心起本地银行体系的安全 国家银行今天就大派定心丸说 矽股银行爆雷 不会冲击本地银行 大家可以放心 国行指出 我国银行系统和最近倒闭的美国银行 没有直接的业务联系 就算是间接窗口也很有限 所以不受影响 国行还说 我国持盘银行都必须严格遵守资本和流动性关注 并且会定时进行压力测试 确保能够承受宏观经济和金融冲击 国家银行也承诺会继续密切监控国内的金融体系 确保有序运作 接下来看看我国的商业新闻 我国去年落实了RCEP和CPTPP协议 但是大麻厂商联合会调查发现 77%受访者并没有善用这些自由贸易协定 大麻厂商联合会总会长 丹斯里苏天来指出 根据该联合会进行的 2022下半年经商情况调查报告显示 虽然66%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了解这些自由贸易协定 但使用的厂家还是非常稀少 目前只有9%厂家在使用RCEP 使用CPTPP的更是只有3% 多数厂家指出 多数受访者是因为缺乏相关自由贸易协定的信息 或政策方向 而没有善用这些协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森德昨天公布了2023财年的第二季业绩 半年核心净赚2亿1300万令吉 增长了12% 不过达证券还是说 这个业绩比市场预期还是差了一点 全球经济放缓导致森德的塑料包装业务出现了下滑 不过集团新的收购可以带来长期的增长动力 另一方面 树枝原料成本下跌也减轻了成本压力 可负担房屋义务方面 森德是相当有信心的 但是行家提醒通货膨胀和国行预料会恢复升息 都会冲击着我国的房产市场 无论如何 行家还是看好森德给出买入评级 目标价是4令吉4先 接下来看看焦点眼镜Focus Point 焦点眼镜最近业绩表现不错 也准备今年多开12间新眼镜店 富翁团航研究在和公司管理层开会之后 继续看好这家公司 随着店面增加 行家看好这家眼镜店的销售可以继续增长 同时向供应商拿货增加了 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扣 而且焦点眼镜的餐饮业务也在扩张中 客户名单增加了大型零售商 航空客户还有加油站咖啡厅 这都可以增加中央厨房的利用率 所以行家重审焦点眼镜的买入评级 目标价是一令吉六十一仙 把焦点转向Swift物流 这家物流货运公司的进出口客户需求正在走软 不过消费必需品领域的客户 还是在支持着公司的增长 马银行同行研究就说 货运代理、货柜堆厂和仓库业务 都在继续为Swift物流做贡献 抵消了货柜托运业务疲软的表现 Swift物流也在大肆扩张着仓库面积 虽然调高了物流收费 和一些客户建了自己的仓库 导致客户流出 不过行家认为这个领域的客户忠诚度本来就不高 所以并不太担心 总而来说 行家认为Swift物流估值还是比较低的 给出50%的目标价 评级是买入